台东领馆处这个月举办了很多场植树相关活动 18号是来到了铁花村举办铁花黑森市集的活动 现场有森林市集还有镇苗 民众只要持发票或者是费电池 就可以免费兑换树苗带回家栽种 台东领馆处在3月这个植树月 举办了一系列的植树镇苗活动 18号下午在铁花村举办铁花黑森市集的活动 在3点活动开始前 铁花村举排满钱来参与活动的民众 乡亲们只要持今年1到3月的发票两张 或者两颗费电池 就可以兑换苗木回家栽种 在活动现场还有许多丰富有趣的市集 有贩卖手工制作的饼干 美酒的摊位 也有摊位让民众来感受手作乐趣 在领取苗木之后 可以尽情体验 领馆处用心规划活动 让这次活动超乎意料的爆满 盛况空前 从铁花村兑换苗木的摊位开始排气 排队的人龙一路绵延至现立体育场门口 记者目测现场的民众约有2000人之多 台东领馆处秘书董事良也到现场协调处理 与林郑科长庄雄昌等同仁解决苗木数量的问题 每年的三月就是我们植树业的活动 那我们植树业的活动呢 我们都会办一个植树活动 还有正苗的活动 那我们今天呢 是我们领馆处主办的正苗活动 那大概都是我们台东呢 就是三月的时候呢 是植树最好的季节 那这时候会有 就会降雨 会有春雨的那个来到零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办正苗 那我们今年正苗的主题呢 除了除了植树以外呢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复树 以往呢 我们每次在领馆处办的那个 台东市的这场正苗活动呢 以往没有这么多人 今年超乎我们的想象 那我们今天是准备了 一千两百多颗的苗木 那其中包括了四百五十颗的香草植物 那看今天这个情形的话呢 似乎是没有办法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到苗木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已经在想一个补救的措施 希望呢 让我们台东的市民呢 都可以每一个人领到苗木 植树不但绿化环境 也美化家园 十九号早上 也就是明天 在北南乡公所也有植树正苗的活动 欢迎乡亲踊跃参加 记者韩启伦 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